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开心有机会可以在这里访问我偶像思雨 邓子峰先生 因为今天他们的子峰教育球获奖 有什么感受 Kenny 首先多谢你 拿到一个这么有信誉 这么有意义的奖项 当然就要多谢我全家教学中心所有的老师 因为真是大家的努力 而且也要多谢信任我们 带子女来我们上堂的父母 因为我们其实不是一间主流的教学中心 我们是教一些概念是比较虚无一点的 就是我们去建立一个小朋友的自信心 让他学会如何表述自己 我觉得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就不是说看到AABB出来的成绩 所以在这里多谢父母对我们的信任 我自己都经过见过你们的子峰教育机构 哇 整天都是人头涌涌的 我们觉得这个奖项对于你们公司的形象 会进一步提升 已经非常之好了 我觉得这个奖项既然这么有意义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奖项 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学费加价 哈哈哈 说笑而已 我想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因为我们一向的宗旨 就是除了教育小朋友之外 其实我们都希望潜移默化 把一些信息带给父母 就是小孩子有时不需要太过着重 他成绩上的表现 不是一定要中英数啊 历史啊 地理啊 全部要拿A 其他拿A都一样可以开心的 比如说体育课拿A 美术课拿A 都一样值得开心的 所以作为父母呢 应该要 多点鼓励小朋友 反而让他多点创意 让他多点想象的空间 我想这点更加重要 非常同意 我相信如果很多的家长听到之后呢 会觉得非常之鼓励 那我相信呢 赢到这个奖项 一定是这个市场 会有更大的占有率 还有就会有更多生意 会不会呢 那就不到我说的了 譬如说 会不会有机会和其他机构合作呢 我想一切就随远了 哈哈哈 就要说一点点蟬的东西 就随远了我想一下 就 就是如果大家认同我们的理念 那就应该大家很容易可以合作到的 那刚才听到 你说很多家长已经非常之认同你的 你的教育概念了 那得到这个奖之后 会不会和家长和小朋友 作出更多的承诺呢 会的 因为我们一直以来 其实都是 这么多年 我们08年到现在 都可以秉承到自己的宗旨 就是 不要给太多压力给小朋友 我想最重要的是 小朋友 他自己是很开心来 我们的教学中心学习 而不是父母逼他来 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对 来学习的小朋友 或者对他们的父母的一个承诺 就是 不应该给太大压力给小朋友的 应该在一个开心的环境下来学习 我们希望我们以后都一直可以秉承这个宗旨 多谢了邓先生 我和你聊完之后 都获益良多 恭喜 多谢了 谢谢 谢谢